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如果你想一个一个慢慢挑 它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是柚子 柚子它语叫送欧 送欧 泰国的柚子也有很多的品种 有白肉跟红肉 还有一种叫材难喷 材难喷 就是蜂蜜果肉的意思 那种比较贵 上边的第一排就是50株一公斤 最下边的就是普通的蜜柚 100株十个 也就是一个才两块钱 真的是便宜倒枯 而且你别看它小小个 吃起来是多汁又鲜甜哦 我之前就买过 我直接让它帮我选十个 一般选柚子是越重越好 我相信它不会坑我的 大部分的泰国人都超好 其实这条路卖的水果品种很多 但是我就是选一些当季的便宜的买 其他还有榴莲 西瓜 龙眼 芒果等等 再来就是山竹 山竹在泰语叫 我们看到这家 还可以用5050来支付 这个5050是泰国的一个惠名活动 我很久之前有做过一个视频 专门介绍的 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山竹是100株5公斤 这条件的价格是比较便宜 现在泰国市场普通的行情价是100株3到4公斤 怎么样都比国内便宜多了吧 我问了问 好像国内现在一斤是10块钱左右 刚才讲过说 他们一般都是直接称好一大袋100株 路过的司机可以直接给钱就拿走 但我已经是停下来了 所以这次山竹我会自己慢慢挑 因为山竹有些硬的根本掰不开 一般我挑山竹会稍微轻轻的按一下 如果按得动就没问题 太硬的话我就不用 然后山竹后边屁股那里有几个页 就代表里面有几磅肉 大家应该知道吧 不过也不是多磅就好 少磅的果肉也会有大的 而且山竹也不是小个就肉少 水果吃到饱了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 大家可以过来品尝一下哦 泰国如果是那些印记的水果 真的是超级便宜的 我刚才300周买了三样水果 大概就是要40斤60块钱 大概买了40斤的水果 厉害吧 关注我点个赞 转发加评论 那不会让你了解更真实的泰国哦 谢谢